字幕字幕 エヽ ノ 字幕 エヽ ノ 字幕 エヽ ノ 哈囉大家好 我是Ce 那麼今天的話呢是來幫這個維安打我們這個EX-1的王 那這邊有幾對是我之前幫他打的時候 然後打輸 打失敗了 但是先來試一下 那之前打完之後 我現在就是打過一次的經驗的話 這邊的話 必須先 因為他沒有心理的優衣 然後目前戰隊裡好像也只有我的優衣還沒有練到那麼高 可以給他借 所以這邊他是借我的優衣 對 然後這個心理優衣的TP要先存好 那到時候開技的時間也要抓好 才可以成功的打過去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先累積每一隊的TP 那這邊的話 其實累積TP的部分沒有很重點 就是重點在X王 所以我就直接加速帶過囉 好的 那麼到這邊我們 我們全部的前面四關都已經刷完了 然後也存好幾隻角色的TP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打 那這個奇美的話 因為他等級沒有特別高 所以我們使用的是疊屍的方法 所以我們是先採用 我這邊組的隊伍是 我先用這一隊 然後AUTO 直接AUTO 全部AUTO給他 那惠離子如果你想要傷害高一點的話 建議是惠離子就不要AUTO 開技的 惠離子的開技時間要抓好這樣子 那其他都是直接AUTO 好 那我們就 一樣看一下吧 這邊的話惠離子是直接開大招喔 那傷害各位也可以看到只有3萬出頭 所以其實是不好打的 因為他的等級就是真的偏低 但是也不是說偏低就打不贏 就是 其實是有機會的喔 所以我再幫他 就是來幫他試試看這樣 好 那第一隊就這樣子死去 好 沒關係 因為我們是疊屍 所以第一隊就這樣死去 沒有關係 他的重點是傷害量 只有25萬會不會太少 好 那沒關係 我們上一隻 因為他剛剛呢 是一次大招把我們無資秒掉 所以這邊他TP應該是接近滿的 對 沒錯是滿的 對 沒錯是滿的 所以上一隻給他送死 對 隨便丟一隻給他 直接丟上去給他送死就好 那這邊的話 就直接進行挑戰 然後用我就是 用我們的主力輸出隊伍 來試試看能不能打到半血 因為我們的打法就是 不能一刀的話 就基本上主要就是用 打到半血破斷那個 打到半血然後斷那個閃電 的這個方法來去過這個網 那這邊的話 等破甲號叫 叫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偷 但是優異的大招留著 所以這邊其實不小心開到 就是要重大 對 那優異的大招呢 大概留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優異的大招這邊的話 要留到我們的 大約剩一分鐘左右的時候 就是那個上面 倒計時大概剩一分鐘的時候 它會開一個 它會噴一次 一分多秒 一分八秒左右的時候 它會噴一次火 然後等那次抹噴完之後 就是 那這邊的話是 我會直接按掉是因為說 那個貓咪的那個偷TP 我不知道有沒有偷到 所以我就直接重來 對 好 那 來講解一下就是這個 新年遊戲的開季時間喔 因為前面它 打掉五隻TP滿的 那打掉一隻 然後 我剛剛又送死一隻拉姆嘛 對不對 各位剛剛也有看到 好 那 我剛剛送死的那隻拉姆 然後 我剛剛送死的那隻拉姆嘛 那它的TP也會有一點點的量 那這個一點點的量 大約會落在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是一分零九 零八零七零六 零六的時候它會噴一次火 噴完之後就可以開尤衣 噴完之後就可以開尤衣 那為什麼開尤衣呢 在一分 左右大概現在是五十七秒 五十七秒的時候它會有一個就是 它那個背後那是蛇 蛇嗎 就是它會噴一個降防 的一個黑霧之類的東西 那那個東西你不能被降到 就是因為你被降到的話 它接下來開的那個大招你就會死掉 所以我們用優衣去擋掉那個 那這邊的話四十秒左右再開一次 那一樣只是為了去擋那個 這裡有一個黑霧嘛 剛剛各位也看到 這是第二次的黑霧 對 我們主要是為了去擋這個 那主要的話 就是要想辦法在這個 時間到了之前去 對那這邊它開了一個大招 我們就真的是直接死去 所以前面的開季時間都要抓好 那這邊的話 因為我試了很多次喔 對 所以我就直接掐樹帶過囉 好的那剛剛稍微又試了幾次之後發現它這一對的傷害 一刀下去居然砍不到 居然砍不到 居然砍不到大概七十五萬左右的傷害 它砍不到 這一刀打下去居然打不了那麼大的傷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莫名其妙有點莫名其妙就是打不了 好 那所以我這邊就 再組一隊 上去 疊屍吧 想辦法多消個 十二十萬就算 十二十萬 這樣 那這一隊一樣也是隨便亂組的 就是 只是為了它後面 它剛剛那一隊 一定要打到半血 一定要打得到半血 但是打不到半血就是便彈了 好 那這邊一樣又是 被它五隻打死 所以 它的T皮應該是滿的 我們這邊再送一隻 好 我們再送死 再送上去一隻 給它 那這邊的話 送完這一隻之後 應該就可以打得掉了 好 那我這邊就直接 再送完 在經過了各種的摧殘之後 我們總算是來到了這裡 它生於只剩下二十幾萬的血量了 各位不要看這個影片這樣子剪 那個加速還有我中間有一段是沒有入進去的 我總共中間花了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在打這個關卡 打到現在還沒打過 它終於殘血了 那這邊的話我就也一樣直接加速吧 那這邊的話總算是想到一個比較好的配對方法 因為它剩下的角色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組了一個三法 然後一個旺還有女帝 那這邊這一隊呢 我為什麼這一隊試了這麼久喔 其實前面我大概又試了快十分鐘 那試到這一隊 那為什麼 首先呢 這邊的安和進華是直接開大招 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這個女帝呢 是不能那麼早開的喔 因為女帝如果提早開 當然是可以啦 女帝如果先開也是可以啦 但是 她就沒辦法用無敵去撐過她對面的那個 UB 所以我這邊女帝是扣在這個 57秒的時候才開下去 那對面的琪美拉 UB大約會在54秒左右 55秒54秒之時間放出來 那這樣的話女帝就可以撐過去 再多造成一點傷害啦 那不過其實這邊好像也沒有那麼必要 就是直接 安開下去 然後她就蒸發了 對 這一個 這段路程走過來 也是很辛苦的呢 超級累 這一關大概我打了總共三四十分 五次五十分鐘有喔 其實這一關的EX的王 其實難度不是很高 但是 主要是在於說 你的角色練度還有你的等級喔 就是這個 你的等級如果像是 這個是偉岸的帳號嘛 然後她只有87的 86的 那打起來的話就比較麻煩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劇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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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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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本当 好 も 好 好 成 我先去避免 我先去避免 我先去探索 我将被拘捕了 我被害了 我寂寞 我可以去避免 我都不想去避免 我都不想去 我都逃走 我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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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劇情大概就是這樣嘛 那我們看完劇情之後,最後再做個總結 其實剛剛有講到就是這樣的疊失方法的通關的話 如果你要這樣使用的話,你一定要有一個條件 首先你的角色練度,rank那些的都盡量到R9左右 如果可以的話到R10是最好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的話,那建議還是把等級都練上去再回來打這關也沒關係 你打那個獨障暗鈴的前四關,總獎勵還是會比打這五關還要高很多 所以你就直接打後面那邊就好 那建議的挑戰等級,我自己是覺得九十等左右 但是我之前幫另一個朋友打也是八十六等還八十五等就過了 那那個是他的練度比尾安這個賬號還要高一點點 對,所以他打的比較輕鬆一點 不過尾安這個賬號其實也是可以過的啊 就是說你練度雖然稍低一點點,可是還是可以過 也不是說完全打不過這樣子 所以各位也可以稍微挑戰看看 那主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有真情和珠希 那我自己的話我是借戰隊的泳裝珠希 兩種珠希都可以,我自己是借戰隊泳裝珠希來用 那那個通關影片我之前上傳過,我會把它放在下方說明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就可以隨時收到我的最新消息喔 EX王八十六等通關 影片到這邊結束,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掰掰 掰掰